近日 李文抠口声前控诉中国好声音节目组一系列不公屈辱对待录音在内地网络引发巨大讨论 近日 二十日晚间 浙江广电集团发文称 针对相关争议将进一步调查核实 指李文老师值得铭记 会督促制作方改进 在内地网络 长春一电台先锋1063广播电台在19日发出声明 宣布永部和中国好声音合作 有说法只是内地首个公开抵制企业 多数内地网民就事件支持李文 愤怒喊话节目组和相关单位集团 让节目停播吧 对李文老师道歉等 该份署名为中国长春城市生活广播的声明写道 先锋1063永部合作中国好声音 特此声明 随后 在警号先锋1063永部合作中国好声音警号等相关话题 引发内地网民热烈讨论 有说法指 该电台是第一个公开声明永部与好声音合作的官方 上月初 华语乐坛天后李文骤然离世 令不少歌迷痛心不舍 近日 一段关于Coco在录制中国好声音时 一段长达九分钟控诉节目组不公待遇的录音 再度在网络掀起巨大讨论 据相关报道 当时录制节目的Coco已经有脚在伤 原本在表演的时候与学员王泽鹏一同演唱 而且在事前已经与导演组达成共识 在正式表演时 王泽鹏会站在他旁边撑着 没料到正式录制时 导演组一未能兑现承诺 最后只有他一个人穿上高跟鞋苦撑着表演 今日 二十日晚间 浙江广电集团就事件做出回应表示 会认真倾听 吸收广大观众和网民的建议 督促节目制作方 努力改进工作 李文老师是一位好导师 好歌者 值得我们铭记 针对大众关心的问题 集团将以负责任态度进一步调查核实 网民评论摘录 尊重大家 就请停播 让中国好声音消失 蓝台要改这个毫无疑问 我就看看你怎么改 改不好怎么办 再不调查尽了好声音 真的要激起民愤了 连个公章都没得声明 好没诚意 请对李文老师 吉他学生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道歉 这回应了什么呀 听君一席话 如听一席话